冷王独宠依妃 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三百八十七集 我见过他 没关系 摇了摇头 蓝叶云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点水而已 用得着吓得脸都变了吗 再说 这两页我已经看完了 不要紧 楚寒正闻言行下稍安 却接着摇了摇头 不行 你去吃饭 我现在就帮你去把它烘干 说着他把点籍摆放在桌面上 没有水的地方 接着运起凌厉 一股淡淡的金色光芒 立刻将那本点籍笼罩了起来 很快便将水字最多的两页纸 彻底烘干了 简直比烘干机还要好用 看到纸张变干以后 上面的字迹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楚寒正更加放心 以灵力缓缓吹动着书页 一边翻页 一边烘干 原本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可是翻着翻着 楚寒正却突然一声惊叫 是他 怎么会是他 打翻了茶杯而已 并非什么大事 众人原本并不曾多加留意 早已面对着满桌佳肴大快朵移 就连蓝叶云也坐到了桌旁 听到他的惊呼 众人自然吓了一跳 蓝叶云更是嗖地窜了过来 阿成 怎么了 他 他 是他呀 楚寒正急得脸色都变了 用力指着那本点籍上的某一页 云 是他 他 谁呀 蓝叶云越发奇怪 只得顺着他的手指看了过去 才发现那一页上面的内容 也是他早就已经看过的 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现什么奇特之处 难道楚寒正发现了什么吗 沉住了气 他温声开口 阿成 你说的他指的是谁 你发现了什么是不是 是 是啊 楚寒正用力点头 仍然有些语无伦次 云 就是他 这个呀 我见过的 这一次 他不但说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而且 那根颤抖的手指 也总算落在了点击的某一页上 而他的指尖所对的 是一座八角宝塔形的六层建筑 不管是他说的话 还是他点中的那栋建筑 都成功地让蓝叶云变了脸色 忍不住时声惊呼 你说什么 你见过 你确定吗 在哪里见的 我确定 或者说 基本上确定 楚寒正点了点头 你还记得 我让你看的那颗珠子吗 就是从我脸上取出来的那颗白色的珠子 蓝叶云点头 我记得 怎样 我在里面 看到过这座塔 楚寒正语出惊人 就是那天月圆之夜的紫石 我先是看见了 那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然后曾经从里面 看到了一栋建筑物的轮廓 当时我并没有多想 但是现在看起来 跟这个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这话听在其余人的耳中 自然是一头雾水 蓝叶云的脸色 却忍不住再度变了变 你确定 真的是这个 楚寒正深吸了一口气 强迫自己先冷静下来 接着又低头仔细看了看那座宝塔 然后才点了点头 因为那颗珠子里出现的那栋建筑物 只有一个轮廓 所以我不能确定 内部结构是不是一样 但是至少轮廓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足够了 因为这起码说明 两者的相似绝对不是巧合 世界上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那么两者之间 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云 这座宝塔是什么呀 楚寒正一边问 一边低头看了起来 既然这部典籍记载的 是关于凤凰陵的一切 那 没错 蓝叶云点了点头 神情凝重地开口 这座建筑名为八宝玲珑塔 是第一代凤王与皇后 驾崩之后的埋骨之处 作为凤王朝的开国者 这两人在凤王朝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自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即便他们离世之后 无论是在陵墓的规模上 还是随葬品的丰厚程度上 甚至在防盗措施的应用上 都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而且据说这第一任凤王与皇后 更是集天地日月之精华于一身 每逢特定的时刻 便可以看到八宝玲珑塔的周围 萦绕着一层淡淡的金光 尽管有多少人曾经见过那一奇景 至今已经没有详细的记载 但却并不妨碍后人对此 生出了种种传说 说那是因为这对帝后 是得到上天庇佑的 所以即便他们已经不在人世 灵魂也永远守护着凤王朝的江山 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乌玛族在夺得这片大陆 并且将第一个目标 对准传言可以守护凤王朝的 这片风水宝地时 便首先对八宝玲珑塔 进行了彻底的破坏 不但将第一任凤王与皇后的尸骨 挖出来销毁 而且到了绝第三尺的程度 好让那股守护力量从此消失 所以现在世人不但再也见不到 八宝玲珑塔往日的风资 甚至连他的具体位置 都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所以蓝叶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 并没有从中发现什么 特别有价值的记载 也就那么翻了过去 现在看来 他竟然险些错过一条 最重要的线索吗 也已经看到了点击上的记载 楚寒征不由点了点头 眼中更是微盲闪烁 如果那颗珠子里的建筑物 就是这座八宝玲珑塔 那么这就绝对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巧合 那应该是某种暗示 至少可以说明 那颗珠子和八宝玲珑塔之间 应该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其实我们还不得而知罢了 盯着点击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建筑 楚寒征慢慢地点了点头 你说会不会跟天地封印有关 先前你不是怀疑 天地封印就在凤凰陵吗 既然八宝玲珑塔那么重要 会不会 蓝叶云目光一闪 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照你这么说 的确有可能 说不定 五马族当时的统治者认为 既然八宝玲珑塔 可以守护凤凰朝的江山 千秋万事 那么将天地封印 设在此处 当然再保险不过了 如果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楚寒征突然兴奋起来 走 我们马上去凤凰陵看一看 蓝叶云点头 两人迈步就要往外走 沈醉欢等人 却早已一字排开 拦在了他们的面前 个个脸上一片疑惑 沈醉欢更是代表众人开口 请问你们两人在说什么呢 什么珠子 三两句话说不清楚 总之 现在我们必须去凤凰陵走一趟 边走边说吧 虽然凤凰陵距离他们的大本营 并不算太远 但也已经足够楚寒征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简单地向众人解释清楚了 明白了其中缘由 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兴奋起来 照这样来看的话 天地封印的确有可能 就在凤凰陵中 八宝玲珑塔的旧纸上 等他们赶到凤凰陵 已是夜色深沉 因为这里已经成为寸草不生 剧毒遍布的禁区 所以一路行来 都不曾碰到半个人影 不过好在 有楚寒征提前准备好的 必毒药物 对众人倒是没有任何妨碍 虽然夜色已深 但今晚的月色还算不错 至少可视度并不算低 借着月光 又根据点击上的记载 蓝叶云很快带领众人 来到了一片空地前 这里就是原先 八宝玲珑塔的所在 众人转头望去 不自觉地挠了挠头 这帮乌马族人 破坏得也太彻底了 别说是八宝玲珑塔 根本连一点点残垣 断壁都不曾留下 再加上看不到 半点花花草草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就是一片灰黑色的空地 平整地仿佛 用压路机压过一样 夸张一点说 那种平滑的程度 一不小心 就容易在上面滑一脚 真难以想象 这里以前竟然 建有一座宝塔 现在我们怎样才能确定 天地封印 是不是就在这里呢 六合封印 不是都有结界遮盖着吗 如果这里有结界 封印设在此处的可能性 就很大了 楚寒正回答 一把将玉儿 从怀中掏了出来 捏住他的小爪子 轻轻晃了晃 喂 小家伙 醒醒 该做事了 小家伙睁开心松的睡眼 立刻不满地皱了皱鼻子 哦 这个时候该睡觉了 做什么事啊 醒醒 这件事情很重要 眼看着他又要闭上眼睛 楚寒正又好气又好笑 只好用力捏了捏他的小鼻子 快帮我们看看 这里有没有结界 看来不把事情做完 是别想睡觉了 小家伙认命地睁开了眼睛 顺便打了个哈欠 又舒展了一下身体 这才满脸认真地看着楚寒正 哦 你刚才说什么 楚寒正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我是让你去看看 那边有没有结界 有的话 顺便把它破除掉 玉儿点头表示明白 搜得 从楚寒正的手心跳到了地上 一边向前走 一边探头探脑地 四处张望着 众人都屏息凝视 齐刷刷地盯着他小小的身体 期盼着此行能够有所收获 或许是乌玛帝国 果真只有六百年的运势 也或者是上天 也不忍辜负他们 这么久以来的努力 过了没多久 玉儿便突然停住脚步 回头冲着楚寒正 邀功一般叫了一声 楚寒正立刻大喜 忍不住胯上两步 真的有结界 玉儿得意地点了点头 小尾巴用力晃了晃 太好了 楚寒正越发兴奋 恨不得在地上打两个滚 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 那你能破吗 其实不只是他 得到玉儿肯定地回答 所有人都兴奋地要命 忍不住两两击掌 就连蓝叶云 都有些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 眼睛亮得简直比空中的星星还要璀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